我們來看這個if的這個函數 前面有用過 那今天的話再看一下這邊 題目說明是平均大於60分 應該大於等於60合格 那位達者不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要怎麼樣得到結果 首先的話那平均分數我們 這個分數在這裡 直接游標放在f2的地方 插入函數 找到全部裡面 請你按一個 先切換到英文 然後點一下i i之後的話會跳到if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邏輯 那邏輯部分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邏輯在這裡 對象是誰 邏輯 邏輯的話是他這個分數 這個分數如果大於等於 特別注意 要包含等於60 如果你不包含60的話 60分也不算及格 也不算及格 所以這裡的話呢 記得要大於等於60的話呢 那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呢 那就輸出的結果就是合格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合格兩個字 反字的話呢 反字的話呢就不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輸入合格 那因為它是個文字喔 所以你點底下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前後都有雙以號 那再來的話呢 反字就不合格 那移到上面的話呢 這邊也會出現雙以號 自動幫你加喔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視窗裡面 有個好處就是 它最後會先秀出結果 假如你公式有錯誤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會是紅色的刺 紅色的刺喔 所以特別注意 好了以後的話呢 我們按一個確定 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這邊就會顯示合格喔 那往下填滿 就會顯示合格不合格 因為這不及格喔 合格不合格等等喔 那這裡的話呢 就是利用這個if的函數呢 來做一個判斷 來做一個判斷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